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经研究发现,我国目前有3.3亿人身受心脑血管疾病的困扰。 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每年夺走大约1500万人的生命, 人们的养生意识真的是普遍不高, 这也就给了心脑血管疾病有了可乘之机, 所以平时的时候呢,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是在避行的。 有一位著名的中医心脑血管专家, 国家级的明老中医推荐这款代茶饮, 可以益气活血,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堪称是治百病的茶疗良方。 好多朋友们反馈,喝了两个月的时间呢, 三高平稳,血管通畅,浑身轻松, 整个人越来越精神。 今天想要就把这个茶疗良方分享给大家,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的食材是五克山楂。 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山楂淘洗干净。 山楂是一种典型的药室通源的中药, 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的非常非常的用处很多。 大家都知道吧,山楂有很好的消食的作用。 山楂主要是消肉食, 如果说我们吃肉以后不容易消化,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山楂, 来帮助消化牺牲。 山楂除了可以分泌一些消化酶以外, 还能够分泌一些脂肪酶, 所以它有一定的浆血脂的作用。 山楂还可以通过提高血清中的高密度脂蛋白浓度, 增加胆固醇的排线, 能够起到降脂的作用。 同时对于高血压、冠心病患者, 山楂也有一定的好处的。 山楂中所含的黄酮类还有维生素C、 胡萝卜素等物质, 都能阻挡并阻断ZO剂的产生, 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有防衰老的作用, 而且山楂还可以活血化瘀, 帮助清除瘀血的状态, 能够特别好的辅助治疗跌打损伤。 接下来呢, 在准备5克的黄旗。 黄旗有补气质王的美誉, 现代医学表明, 黄旗不仅能够扩张动脉绝管, 能够改善心肌供血, 提高免疫能力, 还能够防止邪气入侵体内, 黄旗还具有降低血液粘稠度, 减少血栓形成, 保护心脏, 降低血压, 双向调节血糖, 抗自由基损伤, 抗衰老, 抗氧化, 抗肿瘤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可用来治疗心脏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症状。 黄旗还能够扩张血管, 改善皮肤血液循环和营养的状况, 对慢性溃疡, 久治不育都有非常好的疗效, 而且黄旗还能够消除肾炎患者的药蛋白, 防止肝源减少, 保护肝脏, 对于肾脏都有非常好的保健养生作用。 我们加入清水, 把黄旗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黄旗的用量呢, 一般保持在5到15克左右就可以了, 黄旗不要预夺的使用, 不然的话特别容易上火的。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颗大红枣, 加入清水把红枣打湿, 再来一点面粉, 我们用手搓洗搓洗, 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沟壳里面有好多的灰尘, 并不好清洗的, 而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沟壳里面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这样清洁的红枣特别的干净。 俗话说得好, 玉食三枣长生不老, 由此可见, 红枣的燃养价值和药物价值特别的高, 红枣可以养血安神, 有不脾胃秩序的功效。 中医认为, 红枣能防止心脑血管疾病, 红枣对人体保健尤其是防止坏血管, 尤其是防止坏血病, 各种心肌病和辅助治疗高血压, 动脉硬化, 冠性病, 高血脂, 都有特别好的疗效。 红枣中含有多种营养元素和多种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碎的含量十分可观, 每千克鲜枣维碎的含量大约为在4000到6000毫克, 这是国品当中出类拔萃的, 所以大枣又有维生素碗的美誉, 维生素C又叫做抗坏血素, 参与体内氧化过程, 能使组织产生胶原质, 影响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促进血液凝固, 肝脏中的维生素C还能够加速胆固醇的转化, 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还有甘油的含量。 下面呢我们准备一个养生壶, 把准备好所有的食材倒入养生壶中, 然后加入约1000毫升的清水, 可以多来一些水呢, 多喝一些很好的。 这倒是聊茶方的, 我们最好煮上20分钟的时间, 特别是黄芪呢, 需要酒煮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黄芪是补气之醉, 人体气力足了, 就会加速血液的运行, 再配合具有活血化育的山楂, 能够补脾胃之虚, 养血安省的红枣, 可以起到良好的强身健体的作用。 20分钟之后呢, 这道茶就煮好了。 这道茶对于气虚、 阳虚、血瘀型的心脏病, 高血压、高血脂, 以及高血糖等慢性病患者 都有特别好的治疗作用。 一般人饮用呢, 也能够起到预防心脏血管疾病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起到抗癌强身健体, 常年益受的作用。 这道茶呢, 还可以美容养颜, 促进肾功能, 促进消化, 延缓衰老, 减肥瘦身, 还能够起到养肝护肝, 保护身脏的作用。 不过呢, 这道茶也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这道茶呢, 最好放在白天饮用, 睡前我们要少喝, 因为山楂具有活血化育的功能。 对于怀孕的妇女来说, 饮用沙沙水可能危害母体踏儿健康, 又发流产的, 所以孕妇不要喝啦。 并且沙沙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果浆, 油酸等有机酸, 食用后会促使体内分泌更多的消化液, 对于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群, 喝的沙沙水会加重胃酸的分泌, 那么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所以有胃溃疡, 胃病的患者就不要喝沙沙水啦。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特别有效保健的治疗查方。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养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视频与您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电话的频道。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